如果你打炸的決心 有跟你關電視台決心那麼強的話 台灣詐騙會少很多啦 不許換照不是只有財法的問題而已啦 打炸的時候我們已經過了 然後打完關電視台的時候 講一大堆沒有我們勝訴 好像關... 這就是我們的決定 未來審查預算是我們的決定 你們真的浪費太多的資源在炸官司 沒有浪費 不斷的再審不斷的一個案子 你又打又打又打 不斷的針對中天發言的是你們 中天只是一個案子 我們間裡的公司非常多 不是只有中天一家而已 也不只針對中天 我只是舉這個個案跟你討論啦 中一任的主委他們編了多少的訴訟費 這個要去查一下 你編了多少的訴訟費 你知道你們增加了非常多倍嗎 今天早上賴清的副總統去參觀我們的無人機國家隊 看到我們有一個無人機 他是可以搭載輕用的比較小型的飛彈 但是他的螺旋講的馬達看到是Made in China 那院長知道這事嗎 我知道 不過這不用大驚小怪啦 因為他還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而且他那一種 這個螺旋講 現在都有國產的部分 測試的階段 台灣做不出來嗎 這個馬達 台灣做不出來 可以做出來 但是當時的場量不大 所以現在 現在已經做得出來了 做出來就為什麼要用Made in China 那都是最早期測試他自己裝的啊 這個沒有什麼事 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啦 如果說您的態度是這樣 難怪廠商會這樣嘛 理論上來講 我們民進黨政府一直宣傳說 中國大陸的東西很可怕 有資安問題 然後在一大堆有著沒的 現在我們的馬達居然跟他們買 第一個 扶植他們的產業 然後第二個我們也做得出來 為什麼不自己做 為什麼不用自己做 第三 這個網路上已經酸 對啦這個叫做 中國國家無人機啦 好不好 有台灣的東西 這樣酸來酸去 國家的無人機沒有辦法發展 為什麼會酸是因為 你沒做好才會被酸啊 因為如果酸 你還是這樣的態度 其實這個東西 你的回答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講說 我們會要求廠商 以後馬達也要用台灣的 其實就好了 那你的態度是說 沒無所謂 那我台灣人不要緊張 未來會出現 一連串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的軍用的東西 都會用到大陸的東西 因為都是測試階段 那未來就是兩岸一起發展軍事產業了啦 好不好 那但是這個只是 網路的話題 我跟你問一下 我想齁 今天剛剛那個業員關心的 有關這個無人機零件的事情 我也很關心齁 就是說呢 2023年9月15號的時候 這個蔡總統去視察無人機 當時我們很開心齁 還跟他報告說呢 我們目前軍用的商規非常辛苦 做到了100%沒有中國的零件 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啊 我們就是自己能做就自己做 但是呢 今天他去的時候出現上面是MIC 這個部分剛剛院長你有回答過了 但我想請看下一張 這個所謂的馬達齁 驅動馬達上面呢 不只他MIC喔 其實你可以看到什麼 在大陸的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造 而且可以查到售價是369塊美金 我想問一下喔 那針對這次賴準總統去參訪 那結果呢 出糗了 請問我們會不會要求這個廠商要做具體的改善 這個廠商自己都已經說了啦 說因為這是在測試的狀況下 他已經裝了在測試 廠商說之後會壞 而且現在台灣已經可以自己生產了 所以不要為這件事情在那邊大驚小怪 所以你覺得 發現上面有MIC是大驚小怪 對啊 當然這廠商自己講了 他在測試的過程 甚至不會有人有發現有這樣子的事情 是不是後續就沒有人追查了 有人幫你找到上面有MIC的問題 你把神聖的民主殿堂拿來做 網紅的事 這個跟網紅沒有關係 我沒有提到網紅 我剛才就講啦 我剛才就講啦 請不要摘到我的頭上 我是要問行政院的態度 會不會要求廠商未來在參展的時候 也要注意我們所有的樣品上面 也不可以是MIC 還是您認為MIC如果是在展覽當中OK 只是你不能做後續的生產 請問是哪一種態度 當然我們是盡可能的不要有這一個MIC 在展覽可以嗎 但是在展覽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讓廠商提高警覺 然後我跟委員報告 發現這件事情以後 很多的廠商不會再使用了啦 很多廠商不會再使用了 因為已經有火場了 已經有火場了 是這個意思 不需要了 不需要一下 今天中天是不是又再次勝訴了 對吧 那是一個再審的問題而已 再審嘛 所以在那一審的勝訴了嘛 沒有 你一直 好主委 你一直講說 你NCC14次勝訴 對吧 然後中天只有兩次勝訴 請問一下14次勝訴 是包括很多 你才罰出去 中天沒有訴訟的部分 所以我們說 這也算勝訴喔 拜託一出水 什麼叫勝訴 勝訴是說 我跟你 等一下 我們新聞稿是寫 勝訴 五分確定 勝訴的意思 勝訴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說我去訴訟了 你跟我打官司 你贏的這叫勝訴嘛 還有說 你裁罰我 我不去打官司 然後你說你勝訴 那你每次開出去的裁決單 都是一次勝訴 這太離譜了 你們不要用話術 實際上 你們在打官司 不管是有沒有確定 在好幾省 你們就是一直連辦 而且主委 我問你另外一件事情 我問你另外一件事情 最新的前兩天 就是以確定為準 前兩天是有一個鳳凰雲 你們又敗訴 在那一庭 沒有沒有 那一庭又敗訴了 又敗訴了嗎 你那一庭又敗訴 委員 你不瞄解訴訟程序嗎 今天早上 訴訟成敗 就是以確定為準 那是 那是 訴訟就是這樣 我們學法院去問 我們學法院去問 我先講 訴訟確定的 訴訟非是你出嗎 你如果說最後 你那一庭你出的話 那一個案件 你每一庭都沒有出錢 那是兩個參選 我跟你請教 鳳凰雲那個事情 你今天早上跟記者講說 你跟記者說 喔那個是前朝事 你有這樣講嗎 沒有前朝事 那是記者講 你說前朝事 但是你每次上訴 你都是你的決定 所以你沒有剛剛嗎 你推給全朝 但是每次上訴 都是你的決定 我請教一下 如果你推給 我不是跟你辯論 不好意思 那個主席 我不是跟他辯論 我已經讓你一直講 但是我有問問題 再回答 好不好 我幫你時間暫停 業委 原則我幫你時間暫停 先把時間暫停 好請繼續 鳳凰雲的部分 今天早上記者訪問你 你是說 喔那個是前朝事 為什麼 我還熱情你回答 等一下等一下 你可以 等一下可以直接講嗎 你在反駁嗎 那時候你講的是說 因為那個東西是 前面的規定 前面的前朝規定 那前朝為什麼你要退前朝 因為當時所有的委員 絕大多數是說 不要裁罰 可是裁罰了 所以 記者就問你說 怎麼會這樣 你說那是前朝決定 好 前朝決定 代表說你也覺得有點理虧 所以你才會說是前朝決定 那請問一下 每一次 每一庭敗訴之後 你有沒有上訴市民的決定 是你的決定嘛 所以實際上 你也認為說 鳳凰雲這個事情 你如果是你的話 不管是前朝縣朝 你就是會這樣裁決啊 如果到時候輸的話 你要不要負責 不是現在NCC的問題是說 你們一直在凹 明明就是每次一直輸 一直輸 什麼叫一直輸 如果輸怎麼會暗子 政府機關要訴訟要輸很不容易啦 沒有啦 你已經確定兩件很不容易 我跟你講啦 主委 如果你打炸的決心 有跟你關電視台決心那麼強的話 台灣詐騙會少很多啦 不許換照不是只有裁罰的問題而已啦 剛剛講說 打炸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很好 然後講要關電視台的時候 講一大堆沒有我們勝訴啊 好 首先喔 剛才業員之委員講說呢 這個NCC主委陳耀翔說呢 這個 他沒有講 陳耀翔說沒有講說 是前一任的事情 啊就在這裡啊 他剛剛沒有帶iPad上來 沒有辦法秀給大家看 但是 我必須說 等一下我才會問到這個 NCC主委喔 但是你確實有講是前一任的事情喔 何先遜你 我說前任不是說前草 我才剛才講 前一任的事情你有沒有說 那是前任 對啊 沒有錯是前任的會員 所以他說 你說的是前一任的事情 因為業委員問他前草啦 這句話我跟您確認您有講 什麼哪一句話 您有講這句話叫做 那是前一任的事情 對啊 這個案子前任做成的決定啊 我知道了 謝謝 業委員問他是前草啦 對對對 業委員賽的錯了 我幫你們來這個公道一下嘛 前一任的事情就前一任的事情 現在大家知道了好嗎 好 那我剛才這個主委 談到所謂的鳳凰雲的案件 您是覺得說呢 欸這個哪有敗訴喔 那這個呢好 我給你證明一下法律名詞 它不是敗訴 但是呢它叫做 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也就是說你們當時希望申請 包含是在意等等的被駁回了 我想問一下主委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你們被駁回的理由是什麼 您清楚嗎 基本上來講是說 我們在認定一個個案裡面 要不要構成採訪 好 我們出審會有比如說 諮詢我會 然後我們還有我們七個委員 做成那個討論 那討論的結果來講 當然後來法院並不支持我們 這個認定要採訪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是涉及說 我們的標準 我們的認定的方式 法院可能他認為 他的認定方式應該改善 那麼呢你們現在如果有30天 有新市證可以申請在意 請問目前對本案的態度 NCC這裡會申請在意嗎 還是接受這一次被駁回的結果 這個在審 在審就是說基本上 法律的部分這裡在審嗎 你們還會繼續上 所以我們會在內部溝通一下 應該不會再提 你們要內部溝通多久 大家對這個事情很想了解 我們這麼久才有一次在這裡 詢問您的機會 如果您都說要再回去討論的話 下一次見到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是合議制 這不是我個人 所以你們要 我們要大家共同討論來做 像這種類型的案件 你講到重點了 你們是合議制 可是你諮詢委員會有16個人裡面 12個人認為這個新聞沒有違法 只有4個人認為有新聞違法的問題 決議要發函改進的時候 你們還是罰人家40萬啊 你們不能說 欸有爭議的時候要帶回去討論 因為我們是要合議制 結果呢你想要罰人家的時候 即便上面法院寫得非常的清楚 12個委員認為沒有違法 也決定發函改進結果 我可以跟你說明一下嗎 如果沒有造法會讓你說明 如果沒有造法的話 你今天根本不用浪費人民的公帑 不斷的去打這個官司 來請你說明 基本上來講 然後這個諮詢會議來講的話 本來它叫做諮詢會議嘛 我們在法定程序上 外部的委員所討論的這個部分 他的意見要不要採納 最後還是七個委員要去討論的問題 就是這個意思 他程序上本來就是這樣吧 他本來叫諮詢會 諮詢會來講說 如果大家 所以您到現在還是認為 當時NCC的處理方式 16個人裡面有12個諮詢委員 認為沒有問題 然後他們決定要發函改進更好 你們去罰了對方 因為從您個人的角度來說 不要管到上一任 您覺得當時NCC的處理方式 是正確還是錯誤 程序上沒有問題 而是說我們這種案子類型也有 只是案子不是很多 但是問題是這七個委員 這樣共同討論出來的 這就是我們的決定 未來審查預算是我們的決定 你們真的浪費太多的 沒有浪費的問題 沒有浪費的 不斷的再審 不斷的一個案子 又打又打又打 不斷的針對中天發言的是你們 中天只是一個案子 一家公司 我們監理的公司 非常多不是只有中天一家而已 也不只針對中天 我只是舉這個個案跟你討論 上一任的主委 他們編了多少的訴訟費 這個要去查一下 你編了多少的訴訟費 我們訴訟費是有增加沒有錯 你知道你們增加了非常多倍嗎 所以嘛 我們的救濟程序有改正過 因為我們法律 以後沒有經過行政院的書院 直接訴訟了 謝謝我們已經聽懂你的意思了 好嗎 來我們接下來請訴發部 院長我記得上一次 有柯智恩委員問你說 覺得訴發部這個做怎樣的時候 你問他說呢 股市兩萬點你不開心嗎 我個人沒什麼感覺 我沒有買股票 可是我很在意的是 我們編列預算 有沒有按照實際的單位數去編列 那我們一般會想說 我們政府部門裡面最常出國的 可能會是僑委會 可是我們卻比較了訴發部 跟僑委會的這個 出國的項目天數 跟出國人數之後 發現 書威發展部的出國 比僑委會還厲害 出國總天數 書發部329天 僑委會295天 出國人數也比僑委會多 總費用也比他來得多 那再來我們就想進一步的來追查說 你們在這個預算的編列 到底合不合情理 問題可能就會在於福報 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針對亞洲的部分 做了一個整理喔 光是亞洲部分呢 四趟有三趟安排的是商務艙 這裡來說 這也代表說是高階公務人員在出國 而且呢這個我們去詳細看之後 很多的費用 其實有對不起來的情況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直接把去的同一個國家拿出來比較 紅色的是舊金山三個 然後呢藍色是倫敦喔 然後還有綠色是華盛頓 你可以看到的是呢 你去同一個國家 可是預算編列的標準根本不一樣 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城市 每次的平均價格都不同 代表你的預算評估標準是不一樣的 跟數位發展部之前所告訴我們的 你們是按照公務體系去編列 是不一樣的 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嗎 當然因為 無論是次長或者司長或者署長出席 他按照我們的這個報支費用的標準 他是做不同的倉等 所以當然就會有不同的 這都是一樣都是商務艙喔 我們都幫你挑過了 然後還有不同的季節 還有不同的季節 還有不同的季節跟不同的 不同的到的地區 你看喔 我們第二個是平均交通費的部分喔 就都不一樣喔 那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是 您剛剛講到第二個問題了 你們在預算跟預估的價格上面 實際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幫你都找出來了 以七月八號到十一號 也就是你們要預計出國的時間來說 他的價差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首爾商務艙我們都講商務艙 網路上報價三萬三 你們編了九點六萬 新加坡網上三萬四 你們報的是七萬 東京的部分呢 商務艙的報價也有很大的價差 這代表你們當時在預算編列的時候 就編得過高了 有沒有管理上面的問題 不是 您挑的這個是沒有辦法改時間 沒有辦法退票的那種價格 然後跟我們這種可以改時間的來比 但是我們實際上用的時候 如果有較低的價錢 是按照時報時資來使用 我都把各種的都查過了啦 不是你說的那樣子 實際上你們當初估的票價就是比較高 我把可以改票的也列進去了 還是一樣的狀況 不好意思 我很貼心的都提你想過了 還有 再來還不只這樣 院長您可以看看你們的部長 在整個預算編列的時候問題多大 下一張圖影片一樣 我們在3月6號跟3月15號的時候 請術發部提供相關的資訊 術發部出席這個亞太網路諮詢中心的會議 要去紐西蘭跟日本 可是它根本是在曼谷舉行的 在2月21號到3月1號就辦完了 術發部不知道 還提供給我們資料說你們要去泰國 結果根本已經辦完了 根本就是要說要去日本 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請問為什麼你們會有術發部 連自己要去哪個國家都沒有辦法掌握的情況 APNIC有相當多相關會議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會後用書面來提供給我們 你看你們答不出來的時候說說會後 我時間也不夠了啦 院長我請你評估一下好不好 不是太細 是已經去完的 然後我們問你去了哪裡 他們提供給我們的是錯誤的 代表他們完全沒有掌握自己術發部 編了這麼多錢出國去了哪 院長最後一點時間可以說明一下 我剛剛所提到的剛才術發部的這些問題 您同意嗎 您覺得合理嗎 我想 有沒有需要修正的空間 檢討的必要性 我想他們提供的資料要應該更詳細 讓委員能夠了解 謝謝許委員 謝謝 愿者 要拍照 你 拍照 punk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